東海平路上好多白藝人 這邊有宮廟繞進活動 但是 兩名男子大聲互嗆 甚至開始拉扯 現場的遠景直覺不對勁 衝上前阻擋 男子的語氣急促 想要解釋些什麼 但是就是擔心衝突擴大 警方決定帶走現場的四個人 這場廟會活動 警方暫時從晚間7點就有深潛了 四人宮廟繞進陣仗大 附近的監視器畫面就拍下 接近9點40 很多的信徒準備回程 路上的人 車 聲叫穿插 10點應該結束的活動 超過時間依舊惹鬧 繞進途中有人推擠口角 宮廟方面解釋只是玩鬧嬉戚 但是警方帶回四人調查 前一天在台南的廟會活動 光天化日兩邊宮廟開槍 拿棍棒追打場面火爆 這次高雄警方只要有風吹草動 就先確註 寺廟活動申請到二十二時 但結束時已超過十線 共開出三張罰單 另外消防局環保局也在現場 依其違規狀況依全責來做採除 無論是否玩鬧 警方依違反受違法把人帶回偵辦 也因為於時未結束繞進 最少會開出三張罰單 接下來環保方面也會針對噪音問題來討論 宮廟熱鬧怎樣不變調還真的是 讓人繃緊神經 消防隊員爬上梯子用破壞器材 鋸開鐵窗 時間緊迫要搶著滅火 雲梯車緊急升空 透天錯頂樓冒出濃煙 消防隊出動至少騎車前往救援 而發生意外的原因疑似 就是因為廟會繞進燃放的煙火鞭炮 火花導致屋內引燃 還好這透天錯被當成公司 屋主不住在這五人傷亡 但造成了損失與危害 警方將以公共危險罪主動介入偵辦 另外在左營也是廟會繞進 路上一整排鞭炮 同時燃放白煙串天十分驚人 路邊店家的監視器也拍下 燃放鞭炮的壯觀畫面 連放完砲後的大量碎蟹都要出動 小山貓用蟾的方式來清理 路面全部都烏漆漫黑的 然後加上這些鞭炮池 還有一些殘骸炸的整個都是 那個放的時候煙很大這樣 但就算有清理也被民眾拍下 馬路再經過轟炸之後 留下一大片焦黑痕跡 看了出目驚心 還延伸到斑馬線上黑了一大塊 產生的小碎蟹到處飛 讓居民爬到屋頂去清掃 雖然廟會活動有申請路權 但環保局針對污染入面 可開罰一千兩百元到六千元 立狀物部分違反空污法 可開罰一千兩百元到十萬元 聲明繞盡熱鬧 但放大量鞭炮引發火勢 還燒回馬路 讓附近居民覺得實在不堪其擾 參選徐世廷 黃之中 古不鮮 高雄報導